六朝阶段 我们最主要的恐怕就是讲 主要是讲一下诗的部分 所谓的六朝 其实在过去有不同的说法 一般来说 我们现在讲的六朝 指的是以南方 以今天的南京 或者当时是健康 健业健康 为中心的前后的六个王朝 就是东吴东晋 宋池良城 东吴东晋宋池良城 是这么一个概念 所以我们现在有的时候讲 魏晋南北朝 魏晋南北朝 南北朝大家当然明白 有的时候就说汉魏六朝 也有这样的说法 汉魏六朝 但汉魏六朝的话 实际上我不知道 就是六朝那个概念的话 这个西晋到哪去了 好像不太好摆 汉魏六朝实际上是指东吴东晋 比较普通 一般是东吴东晋 然后宋池良城 这六个都是在今天的南京 这个所谓建都的王朝 是这样一个概念 那么我们这部分主要是讲一下诗 讲诗当然从现在的文学观念来讲 这个诗当然是非常重要的 重要的 这个时候成果也非常之 成就也非常之高 而且突出诗也有它的道理 因为这段时间 整体来讲是从汉末以后 汉魏之际以后 这个诗的地位越来越提高 富虽然非常重要 但是诗的相对地位 确实是在不断提高 甚至说是可以在从 富到诗的一个转换过程当中 这个诗慢慢慢慢变成了 一个非常重要的 主流的或者说核心的文体 核心的文类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下边 主要是谈这个诗理 一个是景致 大概我是想从这三个方面 来谈一下这个六朝诗的 一个情况 主要是我抓住这三个方面 我觉得是差不多能够把握 主要的重点 当然是每一个方面 也都有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 历史发展的过程 所以我不是严格的按照那个朝代 或者按照时代这样子来讲 是抓住这三个方面来讲 大致也或许有一个历史的 发展的线索 我觉得整个六朝诗最主要的成就 可以从这三个方面去把握 一个是说一个有哲学的深度 一个哲学的深度 另外一个所谓景致 这个景致的方面实际上是说 当时所谓景物山水的描写 景物山水的描写 这个时候山水诗是在这时候成立的 而山水诗知道在整个 在这个六朝之后 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文学的文类 非常重要的文学文类 这个山水诗的传统 非常的悠久 强大的 所以这个景物的这个山水景物 包括山水在内的景物的描摩 是非常重要的 这时候的一个成果 第三个成果呢 当然在形式上 形式上最重要的 毫无疑问是什么 就是这个所谓的格律 诗的这个格律化的方向 这个发展 这个主要的成绩 大家知道就是 齐 齐良那个时代 特别是齐 永明年间 那些像沈约为代表的这批 学者的努力 沈约 王荣这些人的努力 使中国诗歌走上 这个所谓格律化的路 然后到唐代呢 到初唐那个时候 最后所谓的静体诗的 完全的成立 大概是这样的三个方面 如果要说这个哲学的深度呢 这个哲学的深度大概有 从这条线索上来讲 有几个重点 从诗上来讲 首先应该是软极 接着是这个陶浅 陶渊明 从软极到陶渊明的 这个思想的发展 可以代表六朝诗 在哲学上的这个深度 哲学上的深度 软极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诗人 如果从整个文学 或者整个人的思想角度来说 鸡康 或者过去年西康 鸡康他其实 恐怕不弱于软极 不弱于软极 但是从诗这个角度来讲 鸡康的表现 远远没有软极那么充分 远远没有软极那么充分 鸡康有一些非常重要的 他自己的达到的深度 实际上是在他的文章当中 所体现的 鸡康是一个非常能够写文章 写论的人 一些非常重要的文章 比如说那些名篇 《与三居然绝交书》 大家都知道 这里面既是文学的文章 里面又代表了当时思想的高度 但是这样的文章 它当然还有很多论 和人讨论的论 但是这个不在诗里面 所以如果从诗这个角度来讲 从文学的这个诗的角度来讲 代表这个时候诗当中哲学的高度 深度的 实际上是前有软极 后有陶淹 是这样的一个发展过程 我们下边会做一个大概的描绘 那么第二个就可以说是这个 或者说三水 所谓这个三水的描模 三水的描模 这个时候的三水 是我刚才说了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收获 这个当中最重要的 当然是所谓这个大小蟹 所谓的大小蟹 大蟹和小蟹 蟹林韵和蟹挑 这个大家是公认的 就是说这个时代 三水是一个很重要的 这个收获吧 在诗歌当中很重要的收获 那么这个里面要举出 这个代表性的人物 标志性的人物 那就是蟹林韵和蟹挑 那么第三个呢 就是说如果说是一个 这个格律的 一个认识 这个当中呢 如果之前做代表 我觉得可以选这个陆基 这个之后呢 当然 这是沈约 就是所谓永明 其永明年间 以沈约 王荣威代表的这一批诗人 所取得的成就 大概我想是 就是从诗来讲 我觉得最主要 在我的理解当中 这三个方面是最重要的 每个方面有一些 代表性的人物 一些典型 这三个方面综合起来 可以说是代表了这个诗 这个六朝时期 诗歌所达到的这个高度 和他的成就 当然了我这样说呢 只是分了三个这样的脉络 从三个方面去理解 但就他们这些人来说 具体的每一个诗人来讲 他们可能不是单一的 可能是包含着很多方面的 包含着很多方面的 比如说谢灵韵 谢灵韵 你说谢灵韵 当然我这里 他是山水师的一个 最后成型 或者最后成立的一个代表诗人 是在他手里最后完成的 那么当然把它放在这里 但是谢灵韵本身 他其实在他的诗当中 也有很多所谓旋理 甚至佛理 所以他也有他哲学的思考 也有他哲学的思考 所以他是也可以说 包含着上面这个方面的 那么比如说谢挑 谢挑我们放在 也在山水师里面来理解 这个大家我想 都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但是谢挑本身 他也是永明年间 他是齐 南朝的南齐 宋岐良生这个齐 齐永明年间的 像沈曰 谢挑 王荣 这几个恐怕都是当时 最重要的文坛上的 重要的诗人 重要的诗人 所以这个谢挑本身 他其实也是用当时的 对诗歌形式的认识 所谓的永明体的诗 来写山水的 所以他也是有兼容性的 也是有兼容性的 所以大概来看的话 我想就是要理解 我理解是有这样三个脉络 而这三个脉络 是这样之间互相之间 具体的每一个诗人 互相之间是可以交错的 是有兼容性的 也兼容性的 那么其他的诗人 在这样的一个认识 框架当中 很多人恐怕都是 也还有很多重要的人物 但这些人物 恐怕都是在这个主流之外 在这个最主要的成就之外 当然也可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你比如说像佐斯 大家会想到 佐斯是一个很重要的诗人 佐斯的所谓永始诗 他代表了当时的这种激情 有一种激情 那么这些东西 但是在这样一个线索当中 其实看起来 它其实不是最具有代表性的 最具有代表性的 当然它也重要 也重要 所以我是这样来看的 大概在这样一个概说之后 首先我就想谈一下 这个软机和捍卫师的精神走向 建安时歌 上次我们讲到所谓的建安风骨 建安文学 建安文学之下 就所谓这个正史文学 这个正史文学 建安其实还是汉的年号 对不对 还是汉的汉县地的年号 但到这个正史时期 当然就是这个魏的年号了 是魏的正史年间 这个正史文学 诗歌方面的代表 毫无疑问是软机 软机它有这个永怀诗 有八十多首永怀诗 是一个祖诗 是一个祖诗 这个是代表着 当时诗歌发展主要潮流的 而鸡康有一些作品 特别是鸡康比如说 我们讲到诗歌的意义上来看的话 鸡康有一些四言诗 那些四言诗 也是写的 可以讲是一个旧传统的老树心芽 也有很高的成就 但是从当时 就是说我们讲 从汉末开始 像古诗诗九首 为代表的那个古诗 这个潮流当中 这个软机其实是一个 主要的 发展下来 这个五言诗的传统当中 软机代表的是 主要的一个成就 这个正史诗歌的主要代表 这样一个代表 那软机这个人呢 我简单提一下 上次也谈到过 软机这个人是一个非常有个性的人 你看诗说心里面 有很多的故事都是关于他的 很多故事都是关于他的 我这里想强调 就是在很大程度上 其实软机 可以和恐龙合在一起来看 就像他代表的那个以下的 就是捍卫之既 那个时候的一种 世人的一种性格 那世人的性格 基本上是可以说是 有一点特别 他基本上 比如说不守理法 对于父亲和母亲 不同的看法 我上次也提到了 其实软机和恐龙 都是有很 很相似的 很相似之处的 很相似之处的 这个 也是有用情 也是我讲 一个是理智 一个是情感 这个比如说情感 这个方面也都一样 软机对他的母亲 非常的有深情 因为他父亲很早 软鱼 竟然是妾子之一 那个软鱼很早就去世了 所以他对他母亲 有很深的感情 当然恐龙是对他儿子 这个看到儿子死了 讲日夷浅光辉 都是这样的人 都可以从这个角度去理解 然后你看这个 世作心里对软机的记载 包括后来禁书 软机是入了这个禁书的 禁书的软机传里面 你看大部分 软机生平世纪 都是在世作心里有的 都是踩自世作心里的 我想你们世作心里 都上过那个课吧 都知道他的那些 那些独立特行的行 特立独行的行为 那我想有一点 我想指出的就是 软机有一点 是特别值得注意的 我上次也提到过 就是说软机对于不守理法 这是有的 不守理是有的 但是呢 他在政治上 其实是一个态度 是非常暧昧的 或者说他在政治上 是不太直接表露的 你像这个恐龙 我讲他恐龙这个智慧 但是他有过度的那个智慧 过度像他直接冒犯到 超政治的这个威胁 但是软机基本上 他基本上没有 基本上看不到 而且那个 他在必要的时候 他是可以妥协 甚至可以合作 但这并不表示 他在政治上的所作所为 他自己内心里是认可的 他可能也有痛苦 也有那个 但是他不是这样的人 他内心里 其实软机也是一个 很大报复的一个人 你看他那些 很奇奇怪怪的举动 这个什么老板娘很漂亮的 她就是 坠卧在那 如何如何 这些故事 大家可能都了解 但是他有的时候 说出话来 是让人打吃惊的 就那个很有名的故事 就是他这个 也是要临时而哭 登这个古战场 然后十无英雄 碎是数字成名 他这么一个人 有没有什么大的行为 但是突然之间 讲十无英雄 碎是数字成名 他讲的是当时楚汉的时代 刘相的那个事情 那个气魄也是很大的 所以他内心里 肯定是有怀抱的 但是在那个时代 他可能 你可以知道 他有 软机这个人 很难说清楚了 就是后来人家评价讲 软机的勇怀师 是讲这个 就摆带之下难以勤测 就是说你知道这个软机 这个很那个 但是他到底在 在 你不知道他到底在想什么 但是你知道他有 他有深切的这个悲哀 这个 比如说他那个第一首诗 后来几川姓子郎 讲他那个勇怀师 他那个第一首 讲他这个是中国诗歌当中 境界非常高的那首诗 就是这个 叫什么 夜中不能昧 此作谈明亭 国卫见明月 清凤吹我惊 这个孤红豪外野 响鸟明北林 然后这个徘徊何所见什么 又是读伤心 你知道他他伤心 那他伤心什么 他并没有跟你明说 明说 所以他是 他是这样的这个 这样的一个人 这样的一个人 他内心里其实是有很多 这个怀抱的 但是他 他没有办法 这个清楚的表现出来 清楚的表现出来 所以他的政治 他的政治态度到底是怎么样 有各种各样的说法 但是呢 其实 我觉得他是 他的 其实他的自己的实践 和他自己的思想 和内心的想法 其实未必是一致的 但是他就是说 在那个情势之下 有的时候他 他会去做 他会去妥协 他也会去做 但是做的那些事情 其实并不是他自己 其实不是说他这么做 他就心里面没有痛苦 就没有矛盾 其实做的那些事情 恐怕有些就是和他自己的意念 是相反的 所以实际上是这么一个人 实际上我觉得他是这么一个人 那个 但是呢 他又很好地掌握这个度 我就说 他有反礼教的很多行为 他可以讲不 他可以讲不孝 但是他对于不忠 从来没有表示过 什么不同的意见 他在政治上 其实是非常的谨慎的 非常谨慎的 所以司马士 就当时曹氏和司马士的斗争 司马是对他 司马集团对他 其实还是相当的宽带的 相当的宽带的 是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 情况 是这么一个情况 那么我但是呢 从阮吉的那些诗当中 你可以看到 他其实 我怎么讲 他在思想上有高度呢 其实阮吉是在中古时期 一个非常重要的 有思想深度的人 思想深度的诗人 那他为什么呢 他其实是把这个古诗以来的 这个整个一个精神历程 做了一个集中的表达 做了集中的表达 而且呢 他给予他的回应 他有他的回应 他的回应是什么 因为我们前面说到过 古诗之丘手 其实是把人生的那些缺憾 把它展现出来 他解决的办法就是 要及时行乐 要这个抓住眼前的快乐 要建立世俗的公民 所以是这样的一种方式 基本上是这样的 这样一种方式 那么比如说 这个建安时代的精神 也是建功立业的 曹操在很大程度上 也是这样 也是这样做的 那么阮吉呢 其实在诗中 这些都有 因为他有八十多首 这个永怀诗 写得非常的细致 他在诗里面 也会感慨到 人生的这个短暂 和生命的这个流逝 青春的意识 他的诗里面 就有这样的话 他讲 赵维美少年 西木成丑老 他这个很快就觉得 就是生命 其实流逝的 非常之快的 人生若尘露 尘土和这个露水 天道渺悠悠 这个人天的相比 这个人生是非常之短暂的 那这些他都有 这个在古诗十九首里也有了 就是说生年不满百的 这种感慨也都有 那么面对这个 他来做什么呢 当然有各种各样的办法 各种各样的办法 来那个 但是软极其实 他特别有意思的 就是说相对于 你古诗那个传统下来 你到了曹操 曹操想什么 曹操是想一方面建功立业 另一方面是想什么 他想活得长 对不对 神归随受 游游尽尸 但是他一方面他讲 神归随受游游尽尸 但他说什么 养一之年可得永年 他还是想就是说 我名声可以建立长久的名声 另外我自己的肉身 肉体也可以长久 他还是有这样的指望的 但是软极 当然行动上也知道 他也有求仙这些举动 但是他其实诗里面 表达的非常的彻底 他对这个实际上是否定的 他比如说他讲到过 人言怨延年 延年将延之 就是这个延年 这又怎么样 他说对这个 所谓的延年也并不认同 这个生命的这个长久 也并不认同 然后他还讲什么 他还讲这个 名声 名声有什么用 他讲千秋万岁后 荣民安所知 他都是用这样的话 就是说你这个名声 又怎么样 对不对 因为名声 其实汉代人就说得非常清楚 名声这个东西 荣誉这个东西 荣辱这个东西 都是在外的 荣辱和你本人 其实是没有关系的 有这个不渝之欲 有这个荣誉 都是你想不到的 真正自己 比如说你能做的 其实只能把握自己 就是你有才 有学 这个是你自己可以积累的 但是所谓的荣 甚至乳 这些东西都是外在的 可能大家觉得 这个时代 大家某种机缘 把你推到了一个 好像很有名的地位 但这个东西 其实都是 都没有生 那么你建立一个名声 但是你一百年之后 这个名声跟你有什么关系 没有什么关系 所以他对于名声 实际上也是否定的 对于所谓的财富 他也否定 因为在那个乱世当中 他自己 他有一句诗就讲 这个多财为换害 他就是说这个财 名声 财富 所以这个 这个长生 这些东西实际上 他都是否定的 都是否定的 这个 然后你可以看 他最后 除了这个之外 他还有什么 还有就是说 你把这些外在东西都去掉 那么越来越近 有远即近 那么亲情 友情会怎么样 友情和亲情会怎么样 他对于友情说 讲交友成都难 显路多疑惑 这个交朋友 交不到的 所以他对于朋友 也是非常的有怀疑的 然后他讲 你说亲情会怎么样 他讲这个 亲意怀反侧 骨肉还相 还相愁 这个 这个也有问题 你这个 所以 你可以看 这个是 长生 他是觉得 有问题 名誉 他觉得 有问题 在一个乱世当中 财富也不是 一件好事 也没有什么用 这个 一块金砖 也就是不如一把米 财富 还会造成杀生之祸 这个 友朋会怎么样 亲情会怎么样 这些 所有这些东西 他都是 他 世间能够想到的东西 他都考虑过 但是所有这些 他都是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他都是怀疑 有质疑 所有这些东西 都不能带来 长久的安慰 或者稳定 所以 这些东西 你可以看 是在那样一个 混乱当中 一个乱世当中 在一个 非常麻烦的 你卷入 这个 这个社会和政治的动荡 不稳定当中的 这种 这个内心里边的 这种惶恐 完全都 表露出来 所以他的诗里边 就是说 他里面讲 一日复一夕 一夕复一朝 一日 白天到晚上 一夕复一朝 从晚上又到了天亮 他是什么呢 他说 这首诗里面 他讲 终身吕薄斌 谁知我心交 那这个 恐怕就是 软疾他个人的 他一个一个 把这个事实 考虑下来以后 他自己的一个结论 自己的一个结论 整个这个世界 它是非常的孤独的 内心有很大的焦虑 不安全感 这个精神世界 是日夜都受到折磨 是这样的一种 他把这个 个人生命的这个悲剧 内心的这个悲剧感 从悲哀感 强烈地就表现出来 可以讲 是一个苦闷的 有没有话 就是一个苦闷的 苦闷的心灵 苦闷的心灵 所以他基本上是这样的 但是你看 他基本上考虑的呢 他肯定 他问题就在这里 他肯定有现实的 很多问题 政治上的 具体的人生当中的 这些经验 但这些东西 我们其实都不太清楚 在他诗里面所表现出来的东西 我们可以看到 基本上还是有 普遍性的这些东西 是对于人生 一些普遍性的方面 他都考虑了 而且 但是他的结论 都是怀疑的 他都是怀疑的 所以他是一个悲观的 所以从诗来看 我们只能从诗来看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当时他的政治的出处 是如何 那都可以考虑 都有不同的观察 可以考虑 但是他诗所呈现出来的 实际上是一个 从他个人来讲 是一个有很强的 悲哀感的这样一个人 谢谢大家